再來才有另外一缺點 它引擎夾到時候可能要檢查一下 不過這一代CR-V的引擎原本就比較陡了 到時候我們有換跟大家分享一下價格好了 再來車到時候有沒有阿呆再去拍一個 阿呆跟小陳修修 觀眾朋友底下留言 大家一定都喜歡看 VOLF MING V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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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大家好 上次這台小吃搬家的CR-V 大家都留言說想看我跟鋸哥修修 所以今天就來檢查這台 嗨,G哥,來吧夾著吧 又再夾這個 等一下,你今天要弄這一台 啊,有什麼問題?有沒有冷氣? 有冷氣,會冷 他說前面有聲音 後面有沒有聲音? 後面好像沒有 那我們去試一下吧 我們來看看前面有什麼聲音 怎麼那麼陡? 對啊,欸,很陡耶 有沒有聲音? 啊,我記得老闆上次說CRV好像本來就會陡 再怎麼換還是會陡? 有沒有,陡陡 有有 右前 有沒有,剛剛也有 希望是這個聲音了,不要再有其他聲音了 欸,這比上次桌到的時候還會抖 這個不可能吧,這不可能天生就這拉引吧 沒有提速啊 反而後面沒什麼異音 都是在前面 你剛剛有沒有感覺到它的彈跳? 很多彈跳 前面感覺有一隻是硬的,一隻是軟 所以它前面跳得很不協調 那你這樣感受得出來哪一邊是硬的? 再跟我感受一下吧 好 不是 我們剛剛才經過幾個 我猜右邊 你猜右邊是硬的軟的 軟的 唉唷,可以喔 有進步喔 有進步喔 因為右邊跳比較多下 對啊 因為左邊不太會跳 左邊應該是硬的啦 而且左邊很硬 這種轉彎然後帶一點路面不平的時候 這個你就會覺得車子這樣一直晃都不會平啊 後面沒有聲音喔 後面沒有,都是前面這一邊 這一邊也沒聲音 嗯 嗯 那有摩摩摩摩摩摩的聲音是什麼 要看一下Liacham聽起來在那邊 下面 看平衡感還是Liacham 靠筒很像Liacham的感覺啦 關節的地方 後面是都好的 為什麼這一台真的很抖啊 因為它其實 你等一下摸方向盤 你要說抖耶 沒有說很抖 對啊 但是做起來是有抖 做起來是真的抖 但是方向盤摸起來還好 但是方向盤摸起來還好 如果腳壞掉我覺得不太可能 你那邊是不是一直跳 我整個人就是在晃 拍不拍得出來嗎 這樣應該感受得到我在晃嗎 觀眾朋友 絕對不是做效果 我沒有晃喔 絕對不是效果 我人沒有在晃喔 是車子太有晃的喔 這樣看得好像真的蠻晃的 真的很晃啊 我這邊的感覺就是 你那邊一直在晃 然後我這邊是沒有晃 你那邊是感覺是跳起來 我這邊還是壓得住 手船跟培林也沒聲音 對啊 可是你那邊聲音真的好大聲喔 隨便過個Cura就有 它這個抖有時候很抖 有時候就沒有說那麼抖 是啊 就是引擎腳的機率就比較少 基本上福泰會是引擎腳 因為我有握到方向盤 所以我比較清楚 因為它抖是不同步的抖 很怪 所以才不用換水棒符啊 換的定義在哪 照正常超過8萬的車要做啊 沒有看一下 它如果有換過了 基本上 要看有沒有換過啊 可能十幾萬 假設運氣好 有遇到 沒遇到 就是我們運氣比較好 就要換了 所以等一下還是要先看它有沒有換過 對 皮帶也是嗎 對啊 就全部都會 就等一下全部檢查一次啊 一樣的步驟 這邊看起來 扭蓋是有漏耶 這邊不可能會這麼濕啊 這裡喔 對喔 這一邊一定是從這裡面啊 這邊也是濕嗎 反正這台車基本上會漏的就是兩敗 跟後面那個VTEC的 這一台如果沒換過絕對會漏 百分之百 因為14萬 哼 只有濕啊 夠濕了吧 下面那一層 底部都是濕的 唉呦阿呆 水泡布我們要換了耶 阿呆 阿呆阿呆 阿呆阿呆 它風扇不會轉耶 欸 為什麼 飄秀 你看 然後 風扇這一顆風扇掛 我等一下看它會不會轉 那個是叫什麼風扇 冷氣風扇 隔壁那顆是 水箱風扇 好了 我們把它頂起來看一下下面有什麼異音啊 我們先來找聲音好了啦 殘了啦阿呆 下面都是油耶 真的假的 我剛剛看側邊都是油 真的耶 都從 剛剛那個VTEC ROW啊 VTEC ROW 這邊都是VTEC ROW的 它引擎腳其實狀況不錯耶 這個 對啊 這個狀況其實還不錯耶 有可能喔 有可能是LIA CHAM 好 裡面都濕的 對啊 那就是VTEC ROW油就會這樣 如果到處都是耶 對啊 這個煞車比也不夠耶 前煞車比大概 不到5mm 所以就前面的煞車比也不夠 等一下我們 把LIA CHAM拆起來 再去試一下 欸 哇 後面煞車比跟新的一樣耶 你有沒有看到 你看那個煞車比的烤漆 的顏色 就知道了 很新 這顆分棒換過 有沒有 亮的 啊死了 前後都要換了 後面都有了 隨便的好的 哇 這樣 我就前車都要換了 對啊 前面的煞車比不夠 我來看這邊的 隨便的LIA CHAM就好了 有沒有 不會動 隨便的LIA CHAM真的很掛 這個間隙太大 而且會有一格一格的感覺 你用手摸一下鐵 然後我轉你就大概知道 我說那個一格一格的感覺是怎樣 對啊 因為它是球頭 不可能會有這個一格一格的 就是一定是有間隙 才會造成這樣一格一格的 好 那我們現在先把它拆起來 來測試一下它的聲音 等一下再去試一趟 你說拆掉然後直接去試啊 那個東西可以不要裝啊 沒有 我們要測試 所以可以不用裝 一般還是裝起來會比較好 因為它是連接防情感 防情感就是防止側勤 左邊拉到右邊 連接LIA CHAM 然後連接避震器 然後你一邊勤的時候 它就會把另外一邊有沒有 它的工作原理就跟敲敲板一樣 看到了啦 這皮都破了 裡面可能連油都沒有了 有沒有 對啊 有鍵器啊 你可以用手感覺一下 而且滿大的 而且有多聲音啊 對啊 那不用試啦 拆鬆其實就可以試得出來 省了一道 我們不用去試車 因為還滿明顯 因為很明顯啊 我們把它整個拆起來 你會試得更明顯 這樣你就可以很明顯的 這整個是鬆的 你有沒有看到 我已經搖出間隙了 什麼 這樣子好了 反正它已經破了 我們直接把這個剪破 然後用看的 反正這個已經壞了 我們就不要客氣 有 有 看得到 拍得到嗎 這樣就很明顯了吧 就是這一個的聲音 好了 那我們就等料來吧 我們先把上面的做一做 先要先 噴鳥蓋 還有VTEC的漏油 你看拆起來你就知道 那VTEC多精彩 這塊就是這一塊 不是很髒 我們先吹一吹好了 不然到時候東西掉進去 就比較麻煩 邊邊清乾淨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打膠 有的沒的 到時候再清一膠就會受傷 尤其是這邊有漏油的 都先清乾淨 然後VTEC 這裡外觀 先把它清乾淨 這樣我們等一下拆就會比較乾淨 也不會油油的 好 VTEC 就是這個橡皮在肉 基本上這個橡皮 它的壽命 大概都是十萬左右 最多了不起就是十二萬 十三萬 它這個橡皮整個都平的 有沒有 扁掉了 看這是新的 很舊的 你看 有沒有找 一個扁的 這個就是壓扁 壓扁熱了之後它就定型 就變這樣 就不會有這個彈性 所以就止不住油 所以就把這個換掉就可以了 都原廠的 沒有副廠的 所以我們把它清乾淨了 你看 這個新的裝上去有沒有 它就會突出這個表面 至少會突四層 這樣才壓得住 對啊 剛剛那是平的 平的所以就壓不住了 對啊就壓不住 這樣就可以把它裝上去 好 我們裝好VTEC 這個 再來就是開蓋 開蓋之前要先把這個打掉 剛剛忘記把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它的呼吸管 備油氣 再跑到進氣 進氣 再燃燒 這個環保 烤路 挑起來囉 你要再來清吧 我們先來洗好了 這是塑膠的 塑膠的 塑缸的 這個你要叫我把它洗成銀色的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這個本來就是這個顏色 有沒有 就見底了 這個就是底 輕輕刷一刷就 底就出來了 所以這一台基本上沒有什麼 太多的油泥 卡在裡面 它為什麼這個是塑膠 那一個 之前其他的那個 顏色是什麼 銀色的是鋁合金啊 鋁合金的氣門四蓋 這個是塑膠的氣門四蓋 它在哪 有油缺點 有啊 這個成本比較低啊 製造成本比較低 所以現在的車都用塑膠的 很多都改塑膠 新的福斯 然後賓士現在都很多塑膠油底殼 油底殼喔 不是鳥蓋喔 是油底殼 油底殼還是塑膠 這樣耐用嗎 塑膠的比較容易漏油 鋁合金的比較沒那麼容易漏油 壽命比較長 塑膠的有一個缺點 就是會變形 時間久了 太熱會變形 你像鋁合金的 比較不容易變形 也不是說不會 也會 只是相較於塑膠來講 它可以使用的年限 真的比較久 不太會變形到漏油 好 我們去用高壓水槍鬆吧 再來我們就要來清這個了 掛電片 最麻煩的電片 有沒有人沒尻 直接再黏上去 基本上是不會啦 我不知道 但是有沒靠乾淨的 邊邊沒有靠乾淨 但是那個邊邊其實無所謂 只是我都會把它靠乾淨 這樣整個面看起來是乾淨 因為既然都要做了 就一次攻 幹嘛不把它全部靠乾淨 這個是半邊蓋 有沒有 它是正直鏈條的半邊蓋 所以它整個蓋子呢 都會打膠 從上面打到下面 就是把表面清乾淨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擦一下就乾淨 擦一下就很舒服 用灰塵呢 就是往外擦 它就不會掉進去 打到地方拿乾淨的擦一下就可以了 打膠打一圈嗎 沒有啦 打這邊就好了啦 喔 不是 打這個接縫 半邊蓋的接縫 它這個會有高低擦 喔這個有高低擦 半邊蓋一定會有高低擦 不可能 沒有那麼精密啦 我手可以摸嗎 可以啊 你摸了我再擦 喔有了有了 對不對 它一定會有高低擦 所以就用膠去補平那個高低擦 順便封起來 那你像這個平面的地方 基本上是沒有差 除非這顆引擎 有非常熱的情況下 才會變形 好吧 這樣我們就可以來裝橡皮了 好 我們現在來打膠 就可以鎖鳥蓋 我們把這個接縫處 基本上我都打多一點點 因為有的時候怕它會封住 這樣子就沒有問題了 你看這個是不是相對好裝很多 那因為我們洗乾淨了 其實就沒有差 我們不洗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這樣反過來 要裝的時候 它油是不是就會滴下來 那你就會有可能用到打膠的地方 那打膠的地方 一碰到油它就失效 所以為什麼我都會堅持要把它洗乾淨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再來就把東西回裝回去就好了 我們先把它輕鬆的做完了 今天就做到這嗎 今天就是做輕鬆的 沒有啦還有啊 還有節氣門耶 我們那個抖動的煩惱 對不對 好了 現在要來看重點了 重點它的節氣門 一層灰啊 很髒喔 這該不會要塞下來吧 有點髒 所以不用拆下來啦 只是拆下來是比較好弄的 因為它有走水 你有沒有看到 這兩條就是水管 這條水管 這條水管 和這條水管 算了都把它拆起來弄了 好不好 拔起來了 再來就要把節氣門拿下來了 好了 見真章啦 你看上面這邊 都是顆粒狀的 很厚一層吧 對啊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 有的 會有白白的 看得出來有一層厚度 嗯 對不對 我們再把它洗乾淨再來看吧 哇 隨便擦 會不會太髒 就是因為這麼髒 所以它就會抖抖抖 有機會啦 你有沒有看到 還有殘渣留在上面 對啊 這個又不能用尻的 你就是要用手 啊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剛剛不是有拆一根管子嗎 那根管子就是 從鳥蓋的肺油氣 跑到進氣管 進到節氣門 再進去氣管內 再進到氣缸內 再次燃燒 環保 沒有那根管子 節氣門就會很乾淨 主要是為了環保啦 所以一般這個里程都會這麼髒嗎 那這個里程這樣子不算髒耶 如果以14萬來講都沒 假設都沒清過啦 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清過 但是通常2-3萬左右 就會差不多這麼髒 所以這邊的客人 我都叫他2萬清一次啊 不然等到整個厚的 你有看 你應該有看過髒的吧 有啊 對啊 那髒的有的都是8-9萬啊 那其實髒的很快 很快啊 沒有 有沒有 牆壁基本上都乾淨 乾淨淨 有沒有 上下都乾淨 都乾淨 這樣基本上就不會有東西去阻礙它了 所以大家用好裝上去原地可以先稍微試一下 可以先稍微試一下 但是要先代速學習 代速學習是什麼 代速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HONDA需要有一個步驟是代速學習 HONDA才要嗎 其實都要 只是HONDA要用電腦 那我們就清完了 我們把它裝回去吧 現在代速學習吧 我們節氣門清完對不對 有的代速會亂掉 會拉很高 反正它要1,500-2,000轉 一直持續在那邊 那它要透過學習有沒有 讓它把代速修正回來 然後它就會讓我們代速運轉10分鐘 直到代速學習 一直完成 出現完成 它就叫我們發動引擎 發動引擎 按Enter 它這邊就會未完成 未完成 有沒有 那我們就要等到它完成 那我們就可以出去外面等 它現在就感覺得出來了嗎 有沒有差 喔 你可以先感覺到 有差 沒有那麼陡 但是還是有陡 阿長不會 沒那麼陡 對啊 原本是非常陡 現在是這台車正常的陡 這就是老師說的 CRV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幅度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這個幅度是可以接受的 CRV是真的比較正一點的 這一款的 我覺得啦 你現在可以摸這個 是不是完全沒有震動 對不對 完全沒有震動 這樣我會比之前舒服 這樣我會比之前舒服 這樣它已經 基本上好像已經完全不 有一點點輕微了 真的輕微而已 真的輕微 真的 Ultra Dash Z3 致表最強的Dual Lens 套記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今天來到綠色喔 看到沒有 摳人 你知道為什麼認識這個品牌嗎 為什麼 因為我剛裝潢啊 所以今天要帶大家來介紹一下 這個是一個很知名的 衛浴廚具的一個電商的公司 他們是有電商也有現場 實體可以看 非常的大 非常的壯觀 一櫃一櫃的跟百貨公司一樣 真的 我可以在這邊看一個下午 今天帶大家來看一下 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 你在搖什麼頭啊 我家裝潢好了 重點是 我還買了他家的東西 結果現在才發現 一切都太晚了 不過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覺得這馬桶不錯 來來來 Innoji 這是一個德國的品牌 免製馬桶 用過就回不去了 我先跟你講這個主要的功能 最後我再跟你們講亮點在哪裡 好不好 我那時候這個太晚來了 如果知道這咖 我早就應該要買這咖 因為它的功能真的很強大 第一個兒童模式 欸有時候水柱太強會受傷 所以是很溫柔 小朋友嘛 星期模式 好這女性專用的 她會更溫柔 星期有一個最大的重點是 它會保持水溫在39度C 這功能真的很多啦 你包含一些基本的 比如說它會定期的除菌 溫熱變座 重點是這個變座是防火材質 包含洗淨位置的調整 還有這個沖洗的壓力都可以調整 甚至它還有一個省電模式 省電模式就是按下去之後你的變座 可能在你使用的時候 你再把它打開加溫就好 反正你如果要沖水啊 或者是使用 都可以在這個遙控界面完成 免製馬桶停電 請問要怎麼沖水 這邊其實旁邊有一個手動開關 然後呢它的噴頭啊 都是用除菌的材質 也會自動殺菌 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剛剛講除了它那個 噴頭有殺菌的材質對不對 它還有一個我覺得也蠻實用的 光觸媒進化空氣 可以幫你進化你浴室裡面的空氣 包含你馬桶裡面的囊紋的氣味 感應著作 著作感應就是 它可以分得出有沒有人坐在上面 你離開會自動沖水 然後這裡所有的模式啊 都有燈號在這邊 你就可以知道它現在的狀況 它這裡有一個很方便的 快捷鍵 你只要往後轉就是女孩子 剛剛的那個驚奇模式的那個 程式都幫你寫好了 你如果是上大號 你往前轉洗屁屁模式 頭到尾把你烘乾一次幫你處理完成 我真的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棒的一個設計 我剛剛是講說最後一個亮點 三萬九千九百塊 網路下單 活動期間買了還有 折抵一千塊錢的時候嘛 欸很便宜欸 你知道我花了翻倍的錢嗎 我就說太晚來了 你知道我剛剛為什麼 坐在馬桶上面懊惱了嗎 我知道了 本體就是一副很高貴奢華的樣子 看看你要不要買一個 這個是Headschool 德國的品牌 跟大家介紹一下 很多大飯店五星幾棟這個 東方文華W Hotel 好不好 這個是這個五星級飯店愛用品牌 這一次組配這組 我覺得這組其實比我那組好 好在哪裡我跟你講好不好 但是它這個有恆溫功能 你只要定好溫度以後 比如說40度 就不用理它了 它都不會動 它就把你恆溫在40度 你有沒有遇過呢 有時候冷的調太多 惡惡行期變冷 然後你要自己去調配冷熱比例 這不用你只要在40度 它就會幫你恆溫控制在40度 而且它有安全開關 它怕你不小心弄到一條 哇燙到 所以它底下其實都有做這個安全的防護 你要升溫的話要按安全開關 這要保護小朋友啊 或者是一些老人家 不小心捂出 或者你洗澡沒看到去渡到 還有這一邊最重要的 它的水量啊 還有一個ECO模式 ECO Smart 就是它可以幫你這個節省水流 比較省水的意思啊 它這一個淋浴組裡面 它每一次的出水 都有結合空氣水珠 水跟空氣的混合之後 有點像做SPA的感覺 第二個會比較省水 結合空氣有那個充洗力 而且啊 我告訴你 這我剛才研究到我 我真的就有位 它一個叫做雨林模式 就是像自由落體的水珠一樣 還有搶雨模式 欸不用講了吧 就大火 我們家的沒有這個可以抓 我的問題是 重點是 它這個是防殘繞軟管 我剛以為它是金屬 後來它做的很有質感 很像金屬 可是其實它是軟管 一般做鐵管啊 除了會殘在一起以外啊 它裡面會卡很多水垢 好這種軟管就是好清洗 防水垢 所以你只要輕輕擦過之後 就會很乾淨 好啦又有活動啦 這一組 黑石咕嚕的這個淋浴組 活動期間喔 線上商城限20名而已喔 你自己搶到 你自己賺到喔 你輸入折扣碼 HG618之後呢 你就會變成9999 限量20組 動作要快 第二天了 好 先把水控盆換一換 來吧 先來拆皮帶 先把皮帶放鬆 這一台 我們前面的里仔串都還沒換 右前喔 沒有兩隻啊 要換兩隻啊 只是因為壽命 其實不會差太多啦 所以現在要拆水泡 對啊 先拆水泡符 因為水泡符要打焦 等它乾 等它乾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做別了 好啦我們可愛的水泡符 在這裡 然後它要拆調整器 水泡符是 水泡符在這裡 然後它的調整器呢 等一下先把豆輪拆起來 然後調整器會擋住水泡符 所以調整器也要拆出來 對 我們皮帶盤就非常下來了 水泡符在這裡 它完全被這個調整器擋住 擋得死死的 對 一定要拆 所以一定要拆掉那個器 調整器是什麼東西 就是 調整皮帶的啊 調整皮帶的鬆筋 油壓調整器 我等一下拆下來你就知道了 這個就是它的油壓 嗯 調整 這個就是它的皮帶做的 沒聲音 沒聲音 然後它就是靠張緊器去調整它的鬆筋 自動調整的 啊你像以前的車 我們是不是都要調那個皮帶鬆筋 嗯 這個不用啊 就是它自動調的 好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來 水泡符 看到了吧 這樣才有辦法拆水泡符 對 這個水泡符 你看也有水痕的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下面都有水痕 白白的 白白的 那就水痕 現在要來漏水了 我們水泡符是8萬還是10萬 8萬啊 啊如果沒換會怎麼樣 沒換就是 看它會不會漏水啊 它其實不會漏水也還好啦 這個叫 預防性更換 所以它主要就是看它有沒有漏水 它有兩種 它會壞掉啊 一個是漏水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葉片 打光啊 裡面的那個葉片 裡面的那個葉片 磨損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空轉 空轉就是外面的軸心 跟裡面的葉片 裡面的葉片空轉 外面基本上是比較不會空轉 也不是沒有機率 就是機會比較小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 再來就是水泡符打壞了 被皮帶啊什麼其他的東西有沒有 咬死也會 等一下水就會整個噴出來啊 等一下把水泡符挖開在這邊 水就會整個流出來 會噴到這裡 你準備好了嗎 還是我們等它流完 不要啊 就是要看它噴 就是要看它噴 這個要求我沒有聽過 這樣才療癒 這個葉片還是好的 然後它漏水的 從這 從這的這種 那個洞 呼吸孔 通氣孔 接下來就要來把表面 弄乾淨 因為我們還會打膠 所以要弄乾淨一點 那打膠也是預防它 原廠是沒有在打膠 所以我們為了預防有沒有 不要白忙一場 所以打膠確保一下 剛剛發現水泡符零件送錯 我們先做別的 我們先做別的 我們來拆這個 為什麼要拆這個 因為我們要換風扇 曾經之前 我第一次拆這種車的時候 我想說看可樂不要拆這個 然後把風扇拆起來 結果發現真的不行 它連裡面那個鐵都要拆 對 有沒有 它就這樣 對這個要拆 對 這個要拆的話 這個就要拆 對 這個這個這個 對 全部都要拆光光 才有辦法換 然後這一隻有沒有 還撐在這裡 有沒有 然後你就要找個東西把它頂住 對 它這個風扇是 通常是為什麼會壞 風扇基本上 因為HONDA的風扇啊 很奇怪 它時間到了有沒有 它的軸心啊 你像這個軸心還好 通常我們都會晃動這個風扇的軸心 有的是因為軸心晃 晃動太大 它會去打到水箱 水箱這邊就會有一圈那個風扇的痕跡 嗯 啊像這個呢 這個就是不會轉 有沒有 要敲一敲它才會復活 那敲一敲會復活 基本上 以經驗來講 應該都是裡面那個馬達的 弓片啊或碳刷 沒接觸到 接觸不良 或是已經磨損了 哦 好 我們拿新的 然後這就是新的 位置是一樣的 等一下這個鐵是 這個鐵到時候要拆下來 拆過來也能用 對啊拆過來用這個啊 所以這是一個支架的概念嗎 沒有啊 這保護的 保護蓋 它不是支架啊 它就是一個蓋子 你看它裡面 內外厚度是不一樣的 有沒有看到 本來就會這樣嗎 本來都會有落差啦 一定會有落差 所以你像不平均的就要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這個柱傘 這個 看有沒有卡住 因為久了啊 卡住啊 或者是 假設車主啊 有的車主啊 就是不常擊殺的時候 它有的時候 這裡面會有油 它有的時候 難免會跑進去 會有水氣 它久了就會比較擠 所以拆下來 我們有拆就把它 活動一下 像它是活的 至少下一次吃 不要吃那麼醜 然後平均一點 所以它有分左右邊啊 有 我以為兩個是長一樣的 長的一樣 但是它還是有一些功能 性不一樣 你看嘛 內側都會有 這個就是煞車皮的 磨耗指示器 它就是磨到這邊的時候 會磨到這個鐵 然後會有響聲 哦 基本上我們的皮啊 你看就了 中間原本是一條溝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都平的 這個就是有髒東西啊 因為用久了髒東西 有一些 煞車皮的粉末 會卡在裡面 這個是硬的 有沒有通常呢 有的時候盤子吃不好啊 會吃勾啊 幾種原因啊 有的是這個勾 卡石頭了 石頭卡在縫裡面對不對 那是不是一直磨 就會有一條勾 石頭比較硬一點 如果遇到軟的石頭 就算了 對然後再來呢 就是煞車皮的 它的粉末啊 你看這個金屬成分 它這邊可以看得到 這邊有一點一點的 有沒有 一顆一顆這種金屬成分 因為這個原廠皮啊 有沒有 胖達原廠皮 對啊 啊這個是FF等級的 就是一般等級的 一般正常使用都夠 有的原廠是 你像歐洲車原廠的 很多都是GG的 GG是什麼 等級等級等級 它有分嘛 它分六七個等級啊 一般就是E嘛 EE EF FE FF GF GG 就是煞車皮的一個通用的指示 所以它這個摩托道是發出聲音而已 它沒有接電子嗎 沒有 日系車很少啦 通常都是歐系車會比較多 歐系車就會有一個煞車感應線 有沒有 它就會取代這個東西 你看這邊也是 裡面厚外面薄 對 這邊比較明顯 啊你看 也是一樣 外面的通常都會比較髒 都會卡 啊這個呢 因為你用水啊 清不掉 你洗車的時候 去沖這個 沖不掉 對 它只能等乾了之後用風箱吹 來比較有可能啊 但是如果要確定的話 就是拆下來把它清乾淨 但是通常不會有人這樣做啊 好啦 好 這樣就換完了 接著呢 我們就要來拆抵震器囉 抵震器 好這樣就可以拆上面了 它的呢 上座有五顆 一般是只有三顆 三顆到四顆嘛 黑牌有五顆 而且 這怎麼拆 就在這邊啊 因為我看不到 這邊有洞啊 喔它有流洞啊 對嗎 喔 來了來了 手放回來了 來了 看起來對囉 來吧 對一下 有沒有 孔位也是對的 鎖孔也對的 沒錯 沒錯 好 我們先充拆平點器 我們就可以下這個 五花大綁的 避震器 先比對一下位置對不對 好啦 看起來都一樣了 都一樣 這樣我們就可以上啦 好 再來我們要裝 DiaChamp 聲音的 來源 就是它 你看新的 新的其實這個 你可以用手感覺 要用力啊 是不是 完全沒有間隙對不對 而且要很用力 對 新的就是這樣 舊的呢 就是你看到那個拉阿里 其實已經壞了嘛 然後就整個都是鬆的啊 而且還不用用力 還有間隙 來 來 去 啊 啊 啊 靠 用不用力啊 噢 這樣就 前面的避震器就好了 避震器一定要下門 刷車皮 沒有了吧 換後面 它這個上座是在後座那邊嗎 對啊 所以你要卡進去 重點是 這隻涼要漏 這隻涼要下 不然下不來啊 可卡住是不是 對 完全下不來 要避震器就在這了 要測到後面 電腦 通常 有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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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險 啊我們上次那個VTAC VTAC那個不用打 那個不需要打 因為VTAC漏油引擎不會掛掉啊 但是漏水引擎會掛掉啊 而且水泡浦比較不好塞啊 我打這一圈都在抖 整圈都在抖 要我上吧 剛剛跑一次的用力是什麼 沒有啊 這邊看水泡浦有沒有漏水啊 哦 確定沒有漏水都好的 再加水香精啊 所以等一下跑完一次之後 沒漏要再把水漏掉 然後再加水香精 這邊已經不能吃到 有嗎 貌似沒有 貌似沒有 這麼乾淨 看起來真的好像沒有 沒有嗎 對 欸啊用完我們要出去撈一圈嗎 好啊 這說到底 今天就是把它結束 給它去看一下 避震器換的時候 前面還是那樣晃來晃去 晃來晃去 治水箱等一下來加水囉 都沒有漏 我們等一下確認一下 這邊把那個清一清洗一洗啊 現在熱熱的 熱熱的比較好清啊 對啊 熱熱會融化啊 哦 會比較好洗啊 冷了之後會結塊啊 就會變硬 有沒有 基本上這邊是沒有水痕的 因為有水就會滴下來 對 那我們現在把這邊清一清吧 這邊都是油啊 都是那個鳥蓋跟那個 跟VTEC 欸至少你看我們清完上面都乾淨了 有沒有 現在就是清 傳動肘 還有這個涼 這涼也都是油 這底下都是喔 對啊 所以這全部都要清了 進去 你看那個傳動肘都露出它原本的顏色了 對啊 就只有這樣子 你才會知道 你到底還有沒有漏啊 好啦 清完了 清完了 乾淨了吧 乾乾乾乾 是不是乾乾淨淨的 乾乾乾乾 乾乾乾乾 乾乾乾 我們來裝 下面這塊 裝完這一塊水放完 我們就收工了 它有兩個勾子喔 對啊 我以為只有一個 正常是兩個嗎 大部分都只有一個 可能修旅車它可能要等於有一個去救援幹嘛的 這個就不一定了 這就是看它怎麼設計 看它考量的點是什麼 開了開了開了 有了有了 車站OK喔 可以啦 都巡完了我們出去開一看 走路去試車路 好要注意聽聲音喔 怎樣舒適度有沒有提升 有沒有跟我這邊同步了 有啦 有沒有 後比較少下來 同步了 就正常了 沒關係 我們去環動 終極測試 這聲音是後面的椅子對不對 對啊 我椅子沒有調回來 因為不像是底盤的 對啊 都是在車室裡面的 沒關係我們到內湖 然後把椅子調好 有欸 差很多呢 平路你也覺得有差 有啦有過那個 這個 伸縮縫 對伸縮縫 對啊舒服很多啊 而且我們左右同步 不會左右晃 現在感覺一下震動是不是好很多 還是震的 但是沒有想見 還是震的啊 之前那個太震了 這應該就是它就真的就這麼震 對 跟老闆講的一樣 我覺得我有試了另外一台車 一樣是震的 所以你有對比過了 有 我們要先停路邊了 然後把後面的椅子敲好 對 然後再看一下有沒有聲音 就去敲椅子 我記得那天打阿檔 正很大力 沒有啊 就一樣了 一樣 因為轉速沒有掉啦 轉速原本是掉到快500轉 現在轉速很穩啊 那是那個 貼心門 對 哎呦 哎呦 到底是哪裡 這什麼聲音 那到時候我們兩個椅子又沒弄了 不可能 我們剛才已經用敲的 我覺得可能不是椅子 可是後面 蓋子 因為基本上下面有一塊 那個是鬆的 後箱蓋 如果這麼大 有聲音避震器早就有聲音了 那我先後面繞一趟 看一下 好不好 因為這不是底盤穿來的 我們看一下內裝 這裡啊 你看 哦 對對對 就這個啾啾聲 對啊 所以不是我們的問題 不是我們 嚇死我了 找到問題 找到問題就好了 嚇了我們一跳 你看 我還以為明天又要繼續了 好想 我是虛驚一場 因為聽起來是在後面 爆車翔的 搞定了 搞定了 要回家了 然後那 今天這台 2007年的CR-V3代 整修完整的 我們換了 劍門司蓋電片 然後VTEC的電片 然後前面一組的煞車皮 全車份的VTEC 還有水泡布 還有冷氣風扇 哦還有冷氣風扇 反正之後工單會再撲給大家看 好 就這樣 拜拜 這個是Color New Verdera系列 靜櫃 這個叫無銅鏡面 防起霧 那當然它另外還有加熱開關 也可以防霧 可是它本身材質它就防霧了 再來 旁邊有兩個化妝燈 現在我家這個什麼都沒有 鋁合金材質 放在浴室的東西 最會放什麼 垂去 垂去 潮溼嘛 百年不衰 你房子你都搬家了 這個還可以再繼續繼續用 對 這邊還有一個 幾青春豆 有沒有 放大鏡 而且它裡面隔板有沒有 高低都可以調整 像我有那個髮膠比較大瓶 調高一點就放進去 我真的是 最近裝潢我才可以發表出這麼多言論 絕對是稿子上面寫的 618年終慶活動 買這個Color New Verdera的禁櫃 送500塊的折價券 折什麼 浴櫃 下面這個 折500 買一代一的概念 划算 你只要來到現場 你有沒有發現 每樣商品上面都有QR Code 你來現場 逛一逛 想了解一下價錢 或者是說這個 想要直接網路訂購 直接QR Code給它掃下去 直接就出來了 直接特價多少錢 這組龍頭就出現在上面 這個也是當初我老婆喜歡 跟他們購買的原因 就是你現場看得到的東西 你只要少 它們有存貨 直接都可以下單買 而且價錢透明 統一 只要少QR Code就好了 非常的方便 好 這是綠色的阿手管 你看現場那麼多 都是可以什麼你知道嗎 帶小朋友來玩水 不是 來試水區 各種龍頭都有 然後你可以 這個跟專員講的話 可以帶你吃醋 試一下出水的感覺 好不好 我們就玩一下 要不要 走 我按喔 好想在裡面洗喔 走了啊 泰山 衣服投衣服有上啦 我來這邊應該有玩一個下誤 真的你看喔 他把每一個龍猴對應的號碼全部都做好了 好 最後我們這個活動名稱叫做 歷色618年終風味浴的活動 然後這個活動期間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那一些優惠活動以外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活動 因為是618年終風味浴活動 所以你登錄的話會給你折扣618塊的折扣券 讓你可以在上面做消費做使用 非常划算有空有需要來歷色 或者是到他們的介紹網站去看一下 各項優惠在上面都很清楚 跟我們做聲音一樣是非常的清楚 透明簡單賣的 好的 為例就是這麼 下次見 HIGHLINE 這次要是 我們可以在上面做什麼 就讓你加上海 最後一下 我們可以在上面做什麼 加上海 又是 最後一枚 我們可以在上面做什麼 都可以在上面做什麼 都可以在上面做什麼 這次要是 有什麼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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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搞定了,花個三四萬塊也搞定了,怎麼花那麼多錢? - 哈哈哈哈,四十BNC都換掉了,是不是被你們用束帶束壞了? - 不是你搬家再壞的嗎? - 我搬家是在束束帶之前耶 - 沒有啦,本來就知道壞了,所以才束的啦,不然呢 - 有網友說... - 沒有,我們是知道要換了,所以我們才順便開這個留言終結者 - 欸,竟然沒有換那個耶,引擎腳耶,為什麼? - 沒有啦,因為它的抖動是節氣門障礙 - 所以不是引擎腳? - 不是引擎腳,引擎腳都正常的 - 欸,你真的有認真在旁邊看耶,不然怎麼知道 - 那中間的過程應該一片夠了吧? - 夠了,還過長了 - 過長了,那還要我幹什麼? - 哈哈哈哈哈哈 - 欸,你看一下內裝真的變很漂亮 - 你看這個椅子跟方向盤 - 方向盤已經不再是那個... - 滑滑光光亮亮的方向盤了,有沒有 - 椅子很漂亮對不對? - 光亮如星,你看 - 漂亮吧? - 喔,好漂亮喔,跟新的一樣,你看 - 後面很乾淨耶 - 對不對? - 有沒有 - 這一塊也是整塊抽起來衝的耶 - 有沒有,漂亮吧? - 好啦,欸 - 這個片長也很夠了喔 - 我覺得這個車子就是這樣 - 有整理就賞心悅目 - 那也請大家幫我們這個... - 幫阿呆啦,不要說幫我啦,好不好 - 訂閱留言分享,阿呆出道就靠你們了啦 - 以後搞不好我們就有常駐的這種整理阿 - 小小翻新的節目跟大家分享 - 如果你們喜歡看的話,我們就讓流亮來說話 - 下次見,掰掰 - 烏托拉DASH Z3 -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 風氣方向盤 -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 歷審年中風味浴 - 狂凌折扣別人浴 - 烏托拉DASH Z3